電影狂熱主持陳子芬 歡迎大家收聽電影狂熱 今天會跟大家講下一部 已經在北美和英國上了一段時間 到三月初才會在香港上映的 Divine Lady鐵娘子戴翠義夫人傳 戴翠義夫人對很多三十多歲或以上 相信都不會陌生 尤其當時正直是中央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 戴翠義夫人多次跟當時的中央領導人 好像鄧小平、趙紫陽、胡搖邦等等進行談判 都令到大家樽樽樂道 最經典的一幕 戴翠義夫人在人民大會堂門口面前 跌了一架 即是俗稱趴街 大家印象都很深刻 然而這些經典的片段 不但在鐵娘子這部電影沒有出現 中英談判編導亦避而不談 電影並沒有讓大家真正認識這一位 英國政壇甚至對世界政局有著影響力的 這位重量級人馬 影片一開始就開始說年老的戴翠義夫人 和丈夫在隨訪的對話 兩三個鏡頭就已經交代了 丈夫不在人世地表達出 丈夫只不過在戴翠義夫人的腦海裡 只是一個幻象 算是對影片作為一個不錯的揭幕 現意編導一而再再而三 利用老太隆中很窩囊的戴翠義夫人 和他從政時候如若方中的片段 作為一個時空穿梭交錯 我個人覺得實在是一個敗筆之作 作為觀眾實在是厭煩的 我想戲名不是叫做鐵娘子的末落 鐵娘子的衰落 甚至也不是叫做鐵娘子的萬年生活 編導的用意實在令人費解 我否認本片在化妝上 和梅麗史翠寶的精湛演技的演出 可以說是作為這一部 由編導製作都欠缺誠意的電影 挽回了不少分數 但正直因為影片的成績非常令人失望 梅麗史翠寶問鼎今屆影后的勝算 隨時會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 我所指出的欠缺誠意 你可以看到 例如說以主景 拍攝的場景都是來來去去 都是國會或者住宅這些場景 外景通通都是欠逢的 例如說一些鏡頭 好像說他在大選的勝利 甚至是福克蘭群島戰役的一些片段 都是用一些新聞的舊片 用一個很簡約的蒙太奇 草草地交代了事 而本應是整部片的押軸 由副首相賀維辭職 和夏信亭 馬卓罕等等這些內閣 出賣戴卓爾夫人 而逼供 令到最終戴卓爾夫人 辭職黯然下台 這些情節都只是草草地收場 嚴重地顯示 導演在戲劇處理上的失當 事實上 必須指出 當日何為最終和大卓爾夫人決裂 在於戴卓爾夫人 一力地反對英國加入歐元的行列 其實二十年之後的今日 英國人實在要多謝戴卓爾夫人這個主張 否則 如今陷於歐洲金融危機的英國 經濟一定會比現在很多 但是 影片並沒有破維和戴卓爾夫人的矛盾 是多加著墨的 只能夠說 一部本來可以拍得非常可觀的 歷史政治傳記人物電影 有大明星坐陣 有一些比較可觀的製作不值 但竟然整部電影拍到淪為 處境劇化 甚至可以說得上是肥造劇化 本片的導演 菲利達·萊特 是一位著名的倫敦 Rex N的音樂劇導演 他曾經撿到過無數場的 Mamma Mia 而他的首部電影作品也是 Mamma Mia 但是很可惜 叫座 但是不叫好 很多人看完之後 真是Mamma Mia 如今 有這麼好的題材 又有梅麗史翠寶這些大明星的坐陣 甚至是繼續令人失望 實在是可惜的 其實說回近代的政治名人傳記片 出色的東西就包括有 Helen Mirren 德奧斯卡影后 由Steven Fierce 執導的英女王 十幾年前 奧利華史東 執導的經濟方言 尼克遜 尼克遜 雖然拍得比較偏激 但是飾演尼克遜 兩夫妻的安東尼賀堅斯 和這個 John Allen 都是非常之好戲 話語片 我就想不到 什麼建國 建黨 偉業 我自己就真的無可奉告了 好了 電影抗議 今天到此為止了 下一集再見 拜拜